Hello, hello, hello,各位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龚俊,非常开心能够和我们的ZA有这么深入的一次合作,我也非常荣幸能够成为ZA的全球品牌代言人。 又在直播间见到杨阳哥了,也很开心啊。 太开心了,今天我们整个ZA的氛围就是粉粉的,让所有的宝宝们能够在这个冒着粉红气泡的环境下去学很多关于底妆的知识。 底妆的知识 我来给大家上课 怎么样 代言人应该 俊勇相信因为工作的关系 肯定会有很多场合 都需要拥有一个很棒的底妆 对不对 是的 基本上呢 就是 肯定嘛 工作都要给自己 以最好的状态展现给大家 是的 都会有一些打底啊 一些化妆嘛 当然也积累了一些知识 可以浅浅的跟大家交流一下 大家今天可以期待一下 俊俊的分享 然后我们今天也在这个 整个活动过程中 准备了各种各样的福利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地期待一下 我们准备了有这个 300件50的券 大家可以在 时不时我们会给大家来发券 大家记得要去点击 然后另外呢 我们还有这个免单券 各种各样的这个抽奖的活动 会在我们的聊天的过程中 跟大家来分享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 那首先要问一下我们俊俊 自己有没有这个 在念书的时候 就当过这个课代表 就跟大家来 分享一些专业的这种经验 课代表 没有 可能 你不是音乐课代表吗 主长 我不是音乐课代表 我忘了是不是当过了 真的哈 我发现小组长是当过的 但是讲到这个底妆 你自己如果说 今天假装你的这个化妆老师 他就临时有事 让你自己来搞定一个底妆 你可以吗 要看什么样的活动 像如果今天咱们在 剧组 在A的直播节 可以吗 这不行 因为太隆重了是不是 还是得让专业的 是吧 那今天如果 在剧组 然后那个化妆师说 不好意思俊俊 我今天老婆生孩子了 我要回家一趟 你自己打个底 那今天的戏份就改成这个是 男主角就是洗完脸之后的戏 很自然的那种 就需要打底 所以打底对于你而言 它还是需要一些技术在里面 哎呀 打底的话就是用那个 嗯 我要是真的要自己上点底 去见比较重要的人 对 什么啊 制片啊 导演啥的 万一哈 哎 可能要打一点的话 那就用那个 ZA的隔离 ZA的隔离 嗯 这就很方便 嗯 或者用ZA的这个粉底啊 哎 那个叫什么海绵球是吧 嗯 气垫啊 往生脸上 快速的 往脸上打就行了 哈哈 因为这个很方便 我觉得最近说的很对 真的因为你选对好的产品 其实不太需要什么技术 像我们这种就是男生 也可以轻松上手 哎呀 这个就很方便 用它那个 那个叫什么 气垫 气 那个 贴贴气垫 贴贴气垫 嗯 它那个中间那个 这个是个啥 气垫吗 哦 这可不就是气垫吗 哈哈哈哈 教你啊 哎 这怎么沾上了 哈哈哈哈 用打点这个底啊 就这么蹭蹭蹭蹭蹭蹭 打匀就行了 嗯 为什么它沾上 说的好简单 就是希望它能够更贴 哈哈哈 大家收到这个很很自然 很服贴的一个妆容在里面上 是的 是的 啊 这这款呢 非常方便 嗯 咱们DA的产品非常方便 像这个什么 读书的啊 上班的上班族 每天上 每天早上啊 可能要很 很着急 哎呀 有的时候起晚了 怎么办 没没有关系 对吧 咱们DA的隔离非常方便 嗯 抹完隔离啊 擦点气垫啊 这个仙女们啊 就美美的去上班了啊 这不就很方便 一整套已经给大家安排明白了 安排的明明白白 所以我觉得 俊俊虽然自己可能日常工作 会有这个化妆师在身边啊 但是真正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底妆的一个打造 还是非常有发言权的 所以我们先来考验一下俊俊 你帮我们列举一下 一些 三个吧 好不好 列举三个 什么样的场合下 会遇到比如说 临时要 召集出门 然后我需要快速打个底的 第一个是什么 那就是刚才说的上学呗 啊上学 就像像像比如说大学生对吧 嗯 啊 早八 早上八点要起来的那种 早上可能八点要上课 嗯 啊 然后呢 更早八点就要上课了 那七点就得起床了 有可能 七点过 嗯 然后着急 哎呦大学生 大学生的叫都比较好 我上大学的时候 特别能睡 特别能睡啊 一般都卡着点起床的 嗯 啊 很快 刷刷刷啊 就就就就 像我们这一家的这个产品 就非常快速 能帮你解决这些问题 哎 厉不厉害吗 就很方便 对 一直多是要搞定大家日常出行 包括工作啊 学习的需求 所以这个就很适合 刚刚俊俊说的 比如说 大学生 着急出门 进食什么 对吧 嗯 通勤很方便啊 上班族 这个很好抹开 我刚才 呃 之前我也试了 是 非常方便 很好就能推开 快速能够让自己的底妆就能够服贴 然后起到一个隔离的效果 同时还能够当一个装前乳来使用 是 最重要的是 它有这个尾素颜的效果 非常厉害 很专业啊 尾素颜都是 课的 哎 你给我们解释啊 什么叫尾素颜 啊 尾素颜 就比如说 嗯 呃 今天杨阳哥 哈 我非常着急 怎么又是我 嗯 上班非常着急 今天直播非常着急 很着急 很着急 睡过头了 睡过头了 这怎么办 这怎么办 今天就我一个人来主持吧 哈哈哈哈 开玩笑 这就一个人搞定 哥要下下下班了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 Z的隔离 Z的隔离 嗯 就很快的啊 抹一抹啊 推匀 用手都就能推开 对 方便 是的 或者说你用这个气垫啊 擦点也行 嗯 往脸上铺 是的 通过我们这个Z的这个隔离 搞定自己日常出行 比较着急的时刻 其实我觉得这对现代人很重要 无论是学生党 工作党 大家可以把时间省下来睡觉 啊 这就很方便 对不对 是吧 哎 节约时间 这是第一个场景啊 那第二个场景是什么 问一下这句 嗯 上班族吗 嗯 刚刚上班族 上班 还有场景就是 是需要着急出门的 有没有 着急出门 其实你这个 都不用在家打底 哎你有没有那种时刻 就比如说临时一个电话打过来 哎呦 哎俊俊啊 我们现在在那个什么聚会吃火锅 你你来不来 都是都是好朋友啊 那种临时约会 哦临时约会 然后你当时可能正在家里很放松的 对于我来说男生 无法拒绝 就是无法拒绝 但是呢 呃打底可能对我来说有点 大可不必是吧 嗯 那女生肯定要美美的出门 哎 对 是吧 像这种哈 吃火锅 怎么办 这个有可能是跟跟男朋友 是不是啊 哦 啊 那男朋友太过分了吧 吃火锅临时约 哦 哦 我得提前两天约 对 这不是同学聚会 那那咱们不能输对不对 哎呦呗 要美美的去 吃火锅也得比美 对啊 要美美 因为火锅你看那个 有那蒸汽 然后又流汗的 哎呀 底妆很重要 这怎么办 要什么 ZA ZA搞定 是不是 哎 我先问一下俊俊 我知道你是那个 这MBTI 你是J人 对不对 是的 J人不就是那个 传说中 因为我也是J人啊 就是很需要有自己的 条理和计划 规划 嗯 就不太愿意 自己的规划被打断 所以如果你遇到这种 临时的邀悦 你会怎么办 就突然就是我们半个小时后 就要有个聚会 要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 哈哈哈哈 工作定义 听到了吗 还是以工作 不是项目 不是项目 就是聊天聚会 没有项目 聊天聚会 嗯 不重要 睡觉 就还是自己的规划比较重要 对不对 一般来说 按自己定有的时间 一般来说 嗯 但是这个是J人啊 但如果有一些 万一是杨阳哥请客吃饭 立马来 千载难逢的机会 哈哈哈 所以大家如果像俊俊一样 如果遇到一些机会 比如说想要出门啊 如果临时的朋友的邀约 你有什么样的ZA的产品 可以推荐给大家 就先用隔离啊 因为咱们ZA它有四色的 是四种颜色 四种颜色 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 嗯 然后呢 它可以均匀肤色 哎 均匀肤色很重要 非常靠谱啊 看着很健康肤色啊 比如说我可能就选这个 偏这个自己肤色的 嗯 我要 我要的话 可能我就不会选这种美白的 啊 你就不太需要小粉管 小粉管是提亮的嘛 啊 我觉得你 我觉得你基本上用我们小白管 就是个全肤质适合的 你就搞定了 但是如果很多女生宝宝 希望自己的肤色改善 就比如说暗沉比较严重啊 那可能要小粉管 哎呦 啊 更有提亮的效果 更有提亮的效果啊 那如果是像有些宝宝 可能脸颊容易泛红的 你可以用我们这个小绿管 其实我 我觉得适合这一款啊 那还有一些宝宝 可能皮肤容易 比如说发黄 发黄啊 暗沉一些 用小子管 小子管 针对你不同的 肤色 我还看过有那种 薄珠很厉害的 干什么 他全脸不同的位置 用不同的 ZA的隔离 哎呦 他比如说脸颊 像俊俊说 容易泛红的 小绿管 然后他比如说额头有点黑 然后比如说下巴 然后就用这个小子管 那这个美白的这款 小白管 是不是可以上到高光的地方 你真的很懂 提亮的一个效果 就针对全脸不同的位置 你也可以来搭配组合 哎呦 这也是很多美妆博主会做的事情 所以召集出门 第一个用完我们的隔离之后 下一步是什么 俊俊 王牌产品 气垫 气垫 啊 这个用啊 我说吧 这个上班之前 嗯 说在家先把这个抹好 然后呢 你就打了个车 或者坐地铁 嗯 公交 在车上 车上开始打粉底 啊 多么会省时间 打嗶嗶啊 嗯 是的 就很方便 对吧 几个时间嘛 在车上啪啪啪 他还有个小镜子很方便的 嗯 就在车上也能够 能够那个快速的给自己上一个底妆 上上点颜色啊 上点上点底妆 那就很方便 最后呢 你要是有这个包包 还有空间的话呢 放个散粉 放个散粉啊 咱就再用这个散粉来压一压 因为这个东西 我在线上 每天拍戏接触到 这个东西很多 嗯 散粉其实很重要 然后呢 像 要拍什么样的戏 嗯 如果你是拍一个 像古装哈 嗯 可能造型得好看一点 是 所以呢 就会选择白一点的这个底 啊 这个美白 小白管就很适合 嗯 用啊 然后呢 这个 但是我们za的这款 这个散粉呢 它是透明的 嗯 啊 就很适合 比如说现在这个戏也适合 像古装也很合 嗯 它是没有颜色 很自然 它可以控油 就是刚刚俊俊说的 这个尾素颜的效果 因为上镜 泛油光 有的时候不太好看 不好看 是 所以要打装一种 这个 哑光雾面的效果 是的 就用我们za的这个散粉 是的 哎 这一套就凑齐了 啊 非常方便 所以你说出来玩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开心 最重要的是出来 哈哈哈 所以出来要开心 那怎么能开心呢 要美美的就开心 哎呀 对不对 我今天 这 这个底打得好 对 心情都美了 整个人会很自信 然后你知道最好的夸奖就是 你打完了底 然后出门来到了那个活动 比如跟朋友的聚会的时候 朋友说 哇 你今天怎么看起来 气色这么好啊 气色这么好 完全看不出来 你在家里就是有偷偷的打过底的感觉 哎呀 什么都重要 对不对 哎呦 那实在是 朋友的夸奖 啊 对啊 重要的 是的 而且因为是越了解你的人 越知道你的状态好的时候 能散发出的魅力是什么样的 所以 这是第二个场景了 刚刚讲到 临时的朋友邀约 临时的邀约 这就很重要 所以大家要选择对的产品 才能够让自己的底装服帖 不卡粉 是的 即便在运动的时候啊 包括在户外长期的时间 所以刚刚我们给大家分享了 三个不同的场景啊 大家如果遇到类似的这种情况 想要有一个快速服帖 轻松的底装的话呢 ZA的隔离 我们的贴贴气垫 贴贴散粉 真的非常适合大家 一整套的一个陪伴啊 好了 接下来到我们这个重要的福利时间了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呢 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这个大额优惠券 那现在呢 我们就要给大家来发放的是这个 满三百件五十的大额优惠券 总共有一千份 我们请君君帮我们倒数三个数 我们准备弹券喽 三二一 弹券 祝大家都能够有好手气 是的 好 下面我们继续来聊聊这个妆容的问题 因为我们刚刚说底装很重要 君君 你就知道现在 当下的这个00后啊 90后 他们很流行的妆容是什么 什么 他们说了 什么妆 伪素颜 伪素颜 就是裸妆 这种妆感就非常高级 嗯为什么 而且像我 比如说在很多工作 嗯 你像拍杂志 嗯 或者是一些 呃需要非常轻薄的妆的这个 嗯 啊包括一些角色 对啊需要看到你脸的这个自然的颗粒感啊哎呦颗粒感都来了颗粒感 然后呢就需要非常这种非常非常高级的一些化妆品 嗯 嗯 很轻薄 很轻薄 就是伪素颜 哎哎哎但其实我们看到俊俊自己在很多不同的场合也尝试过很多让大家记忆深刻的妆容 比如说现在是不是弹幕就有人在打了什么妆 吸血鬼妆容哎呦这个这个去年这个妆容很经典啊那个妆是不是画起来比较费时间 说服我说服我半天还要戴那个美瞳啊你是做了心理建设我真是他太难受了 哈哈哈哈要要了我的命看着好看其实挺辛苦的是不是 那美瞳真的戴着我真的要要疯了我那个那个那个大概搞了多久才能够 我能适应那个东西啊美瞳了平时不戴 你没有 我视力是满的凡尔赛了 嗯来看一下那个最远处那个字哈哈哈哈 z a 看见了 所以视力完全是不用戴 我也不戴眼睛眼镜 哦你也是吗 我也我也我也我倒没买我最倒数第二行吧 那你看见啊 所以那个那个吸血鬼妆容画起来要搞多久时间 弄挺挺肉的 嗯 因为他得有点像那个感觉嘛 他不是洗血 是也算吧 就有种复古的公爵风啊 插个牙齿没用 嗯 哈哈哈 所以不一样的尝试吗 是 是 对吧 那个妆要厚一些 他不是一个维俗员 啊当然 那谁看的都是画大浓妆 哈哈哈哈 所以你看在很多 这个就是我你没听说过一句话 就是化妆的镜头是裸妆 啊化妆的镜头是裸妆 是的 最近这两部戏就是非常刚拍的两部 一个刑警一个法官 基本上就是没有底的状态 啊真的吗 很很自然的 可能还要上一点颜色 因为我给我涂黑了三个度 然后法官给我涂黑了一个度 啊 法官对 我他们他们跟我说要不要 贴合角色一点 要不要白一点 我说要不黑一点吧对吧 因为对角色嘛为了角色 嗯 因为你一个法官还是得往人物贴 嗯嗯 为角色服务 要演这种戏 是吧 哎呀所以你看这个化妆的镜头是裸妆 是尾素颜就跟表演的镜头是不演 就你呈现那个人 是的 啊 让人觉得哎呀 这俊俊根本就没有在表演 就是龚俊就是这个人 这是大师 哈哈哈 聊到这儿叫这种叫做松弛感啊 不管是干什么我觉得松弛感非常重要 嗯 像哥你现在你现在跟我主持 我俩就是感觉像在唠嗑一样 真的 这东西就很重要 对 或者是我发现了歌手上舞台 啊 哎呀这个 看这些专业歌手像 李永浩老师 朱杰伦老师 嗯 陈玉勋老师唱歌就很放松 这个叫松弛感 就像我们ZA的 粉底一样 整个一整套啊 尾素颜 很松弛 很松弛 你用完之后让人觉得这个人好 吹灰之力就能赢 说得太好了 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这个松弛感 不仅仅是刚刚我们讲到 演员歌手 包括在化妆的时候大家追求 现在年轻人都在追求松弛感 是的 啊 大家希望就是无滤镜 非常自然的一个状态来面对大家 所以 是的 大家想要拍照更自然 生活当中更松弛 我觉得选择对的这个底妆产品 很重要 GA 贴贴底妆系列推荐给大家 非常重要 一书啊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俊俊来玩一个有松弛感的游戏吧 我们今天呢准备了 又来了 啊 今天不唱歌不要害怕 哈哈哈 今天我们准备了几个不同的啊方言 然后呢 都是跟我们GA有关的一些特点啊 我们跟俊俊一起来 这么多方言 四川话 四川话 哎呦东北话 东北话 哎呦 然后那个 上海话我不会说呢 啊你我知道你会一点点 光光东话 啊哈哈哈 广东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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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乱讲的 哈哈哈 先来哪个 没关系 我们就图一个松弛嘛 啊 咱就说来个简单的 从家乡的开始 这都不需要说啊 四川话 哎给给啊 直接念吧 大家看能不能听懂 一直多少人热给你说 一直给你 盖几个人的货 啊一直给你 能盖几个人的货 嗯 maybe给你放在树叶上 一抹快速出门 好安逸 好安逸 8时半 哦 这个很简单 哎这个 这个就不需要 四川话说了之后 就非常的有亲切感 就感 就感觉很 接地气 来点上南渡 东北话 东北话 嗯 让南方小土豆们好好听听 哎呀 让我小土豆 让我这个南方小土豆啊 你可不是小土豆 东北话 你你可太 你是那个长豆角 长豆角 你太高了 啊 自带柔光的 ZA贴贴散粉 嗯 粉质细腻 有那位有那位 有那位可以 嗯 妆效 嗷嗷板正 嗯 啊 控油持妆 嘎嘎好 推荐你试试 哦 试试就试试 哎有练过 糟糕 掉了 啊 他他有点激动 他听了之后想为你鼓掌啊 这这款这款这款气贴人是产之东北 哈哈哈哈 听了之后深有感触 产之东北 说得太老好了 老好了 为你鼓个掌 那再来一个那个 东北话说的还挺像 哎 真的很像哎 是吧 但因为我也不是东北人 我也没有评价的权利 没有评价的权利 我自我感觉还挺像的 评论告诉我们 俊俊的东北话怎么 好好 好 这个有点难了 我的天 打黑我 这个是最难的 那你放最后要不 我真不会说 你挑战什么 挑战什么 阿拉咋爱你 哈哈 阿拉咋爱你 啊 帮帮忙好 好不辣 哈哈哈 能帮帮忙 你试试一下 呃 我给你讲点感觉啊 呃 肌肤疯狂 我也是乱讲 上海话真不会说的 太难了 上海话 哎 你就照着念 然后 我大学在那上海读 我都没 白念 我一整明白 你室友里没有上海人吗 我们班没有上海人 但是老师是上海人 但是他没说过上海话 哦 那不方便 全班没有上海同学 老师一直讲 在很生气的时候说过 哈哈哈哈 能搞搞清楚 搞搞清楚 好吧 这样子你 你不是有那个吗 那个经典的那个 能考虑考虑我吧 能考虑考虑自己吧 哎 哈哈 考虑考虑自己 那你给我们就用 港港的 啊不是 上海话 港港 那是东北话 你就照着念一下 然后最后加一句那个 能考虑考虑我吧 自己吧 考虑考虑自己吧 哎呀 随随 上海话说那个 男生女生长很好 嗯 说 随随 老领 老领 啊 老领 老领 奶奶奶奶油状 奶油状 奶油几状 叫老领 哈哈哈哈 这就已经尽力了我觉得 非常好 那来吧 老领 过关了我觉得 考虑考虑自己吧 考虑考虑自己 大家考虑考虑啊 老领 老领 好两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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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逮庄 逮庄 好两宅啊 我一个浙江人在教 好几燃 好好好 好飞雷啊 好飞雷大概是有那个味了 哎呀 哎你来个那个好吧 那个那个夹子 哈哈哈 我就谢谢你啊 哎你会那种就是那个男男有气泡音 就是啊 这很油 啊那算了 no 那你来一下吧 那我来个你看啊 你的底妆 好自然 好厉害哦 哎呀 哈哈哈 你来一下 你来一下 你的底妆 好自然 好厉害哦 哈哈哈 可以可以可以 想揍我自己 真的 好了 今天 谢谢 咱们得用这A的散粉 去去油 去去油 主要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多方言吗 因为无论你是四川的东北的 还是这个上海的 ZA通通合适 通通 啊 天南地北的 都都可以尝试 还有广东的朋友啊 广东的朋友 谢谢俊俊 太给力了 那我们下面再玩一个松弛感的小游戏 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个 熟悉的emoji 但今天不用猜词了 今天你自由发挥 用emoji来讲个小故事 哦 讲完就行 哎呀 编个小故事 哎呦 这还不简单 哎你给给给大家一起看着说吧 不行 哈哈 啥 啊 来你来说说看 这是发生了什么 哎呀 发挥你的想象力啊 这个故事呢 发生在这个 嗯 嗯 这个无锡的下雨天 啊 无锡的下雨天 啊 这是下雨天的意思 洋洋哥的 洋洋哥的妹妹 哈哈哈 谢谢你 点了一瓶 一杯啤酒 嗯 然后坐在窗前 嗯 呃 吃着 口红 哈哈哈 你是啊 坐在窗前 忧伤的看 吃 哎呦 坐在窗前 忧伤的看着窗外 忧伤看着窗外 嗯啊 桌上有有 火锅 这不是火锅吧 啊 有个热汤 有一碗 热气腾腾的汤 羊肉汤 但是他对这碗汤并不感兴趣 嗯 啊 他在等待着他的男朋友 啊 我妹真是 他在等待着他的男朋友 然后呢 看了看镜子 觉得今天的妆啊 底妆 嗯 对自己不是很满意 哎 于是他迅速跑到了街对面 嗯 买了咱们VA的全套 啊 贴贴打底 化妆产品啊 啊 顺便呢 涂了个口红 嗯 他男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哇塞 这个 这不行了 就不行了 当场求婚 哈哈哈 男朋友说你真牛 哎呀 你的底妆真牛 嗯 今天当场就跟你求婚 哦 这个非常浪漫的 祝福我妹和我妹夫 好吧 哈哈哈 什么东西啊 就是用了ZA的底妆 就是能让你的这个 婚姻和感情都顺利 哎呀 这太顺利了 好棒的一个故事啊 来看看第二个 这就能说出什么 那这个是 这个我们说个搞笑的故事啊 还是动人的 这是 哦 这七店是不是 嗯 抓住了故事元素的重点 嗯 这个故事呢 发生在上海 啊 杨阳哥 就是我啊 我的 起床 是我本人了 这会发现闹铃没响 嗯 他心想完蛋了 一肚子起床气 啊 那是起床气的意思 一肚子起床气啊 然后呢 照了一下镜子 又照了一下镜子 今天状态十分的不好 嗯 没睡饱 没睡好 怎么办 熬夜了 怎么办 嗯 哎呀 赶紧拿上咱们ZA的气垫 嗯 啊 ZA的气垫 赶紧对着镜子一顿狂抹 一顿狂抹 五分钟之后 拍拍拍 用不了五分钟 一分钟我就拍完了 你也太随意了 对自己 松弛感 我就是 一分钟之后 嗯 啊 杨阳哥 照又照了一下镜子 哎呀 发现焕然一新 是 顿时回到了18岁 像我的妹妹 啊 像妹妹 妹妹一样美丽 妹妹一样细腻的皮肤 对 然后呢 嗯 为自己夸夸一顿鼓掌 竖了个大拇指 我好多次啊 拿起来那个小年包 背着书包 啊 上班去了 哈哈哈哈 我的自信都来自于我们ZA的贴贴气垫 啊 用了它之后我就又给竖大拇指 是谁给你的自信 俊俊 啊 因为是你给我推荐的ZA 啊 大家都是跟着俊俊来学打底哈 下面我们来 啊 最后一个故事啊 最后一个故事 还有故事啊 嗯 我看看 这个加大难度了啊 什么样的故事 这个有点恐怖 这个故事 你看这表情 啊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中国恐怖故事 嗯 来咯 看看俊俊的编故事能力 这是隔离吗 是吧 对 我们的 多小隔离 来咯 今天是周四 啊 这是周四 把它这么用了 杨阳哥坐在办公室 看着办公室的门 嗯 哎 然后 非常的苦恼 想怎么还离周末 还有两天 还有一天 明天才是周五 哎 对呀 怎么还没有到周五 嗯 为什么 为什么 谁来救救我 非常的难过 嗯 发出了这个 尖叫声 不至于吗 在办公室呐喊 啊 今年的年终奖 还没有发 啊 还没有到周五 老板救救我 特别困惑 嗯 拿起了手机 算了一下自己 这个月的工资 嗯 哎 可怜 伤心 伤心难过 嗯 这工作不要也罢 伤心难过 突然 啊 突然 咱们 ZA的隔离霜 ZA隔离霜 哎 ZA品牌打电话来了 说 说杨阳 杨阳哥 你今天晚上 来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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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真实的故事 接着电话 杨阳哥 顿时喜笑颜开 嗯 啊 非常开心 非常满足 嗯 啊 顿 然后呢 我说代言人是谁 代言人是谁 是谁 哦 新的品牌代言人 全球品牌代言人 就是跟 跟俊俊合作 工具 哇 我整个就就这样了 顿时心花怒放 啊 开心 咱们开心啊 嗯 非常开心 瞬间拿上了 隔离 嗯 把自己脸上一顿狂抹 狂抹 一顿狂抹 出门上班去 出门 今天晚上就是这样的妆容 啊 开心 哎呦 连头发都变得自信了起来 我发现 俊俊是一个很好的编剧啊 所有的这些元素 都能被他串得很好 然后弄大开 还带上了我们 ZEA的非常棒的 底妆产品 推荐给大家 哎呀 太松弛了 这一 part太松弛了 主打的就是一个硬凹 好的 刚刚我们非常愉快的分享之后 再来一波福利 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第二轮的大额优惠券 也是满三百减五十 然后也支持这个跨店满减的优惠啊 祝大家都有好运气 我们同样请 君女帮我们倒数三个数 我们来弹圈 三 二点五 二 二 谁二 一零 弹圈 祝大家好运气 没抢到了没关系 稍后我们还会有这个 呃 免单的福利啊 在我们的右上角准备 今天就是一个宠啊 大家期待一下啊 好的 最后的时间到我们今天的压轴的小互动了 压轴大戏就是杨阳哥给大家表演一个现场打底 现场打底 把脸先卸了妆 哈哈哈 我们今天给他俊俊准备了一个小小小小战 这什么 画画啊 因为我觉得其实打底就像在脸上化妆一样 这边我们给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是我们的隔离 我们给每个王牌的宝贝呢 都准备了一个产品技能证 还有 首先是我们的这些四色隔离 刚刚讲到了 这个真的人手一只的隔离啊 他既可以美白 还可以修颜 还可以保湿 四孝合一 我们让俊俊呢 把他的一些你觉得他很棒的一些特点 画到这个背板上什么尖酸了是吧 给自己按摩了起来 帮我们来画一个涂鸦 然后给他起一个角色名称 你觉得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封号给他 好不好 诶 嗯 嗯 嗯 四色隔离 比如说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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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非常厉害的一个产品特性呢 它就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来猜一猜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猜一猜 嗯 这有点 主要是这个笔怎么画呢 哈哈哈哈 现场来画 你画一下我给他 笔 你手上不就有笔吗 哈哈你问我笔怎么画 画的不太像 哎呀 画的不太像这怎么办 没关系 讲的就是一个抽象 抽象的艺术画 画个人吧 好 这样的 事已至此 哈哈 这手上拿着一支笔 嗯 这样的啊 这是一个非常优美的一个故事 哈哈 又是一个看图说故事 我来猜一下这个 是这个人 他一个偶 一个皮 哈哈哈哈 皮萨 为什么是这个 这是啥呀 咱们隔离非常有个非常厉害 咱们在隔离 它是一个调色盘的存在 哦 校色的功能 校色的功能 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 他这个四个颜色 他可以 又不是有厉害的老师 他不是 可以根据这个 肤色的位置不同 位置不同 上不同的色 啊 没错 对 这就很重要 解决大家 泛红啊 发黄啊 暗沉啊 各种问题 呃 我的脸这一块呢 就用这个泛红 就用过敏 哎 小绿管 小绿管 嗯 然后呢 需要这个鼻子 可以再挺一点 然后上点小白的 嗯 小白管 小白管 这就很重要啊 嘴巴就不用 哈哈哈哈 哈哈 看一看 头发也不用了 所以就是 所以画的 这是个调色盘的意思 所以这是我们四色格离 那有什么样的 角色 角色大师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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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给大家起个名字叫 角色大师 就是我们的 调色脸上的颜色 没错了 让大家脸上的颜色 更均匀 肤色更健康 好 好 恭喜你 我们的这四色格离 接下来是 我们上了格离之后 要干什么啊 杨阳哥 贴贴气垫 拍一下我们的气垫 哎 气垫的话呢 是这样的 嗯 呃 主打的就是一个快速 哎 非常快速 然后让 然后让这个 快速出门 嗯 隐匿我们的毛孔啊 隐匿这个怎么画 哈哈哈 考你一下 你你你 你自由发挥吧 刚刚你说的 隐匿我们的毛孔啊 最重要的就是一个 微素颜 微素颜的感觉 嗯 嗯 首先得画一个非常大的眼睛 哦 哦 哇这原来是个自画像 哈哈 我的脸永远都长这样 是这样的 好喜庆啊 没有毛孔 嗯 就是没有毛孔 嗯 脸上一点毛孔痕迹都看不出来 拿放下镜看 他也是个白白的小人 这真的是你的自画像 非常满意啊 太可爱了 今天的妆容非常满意 嗯 然后以至于在脸上写了一个za 哇 好棒哦 这没有一点毛孔 哎呀 真的是 零毛孔 嗯 真真 就是发 发量有点堪忧 就是这个 哈哈 哎呦 你给他多画点 多画点头发 哈哈 每天熬夜吧 这个 哎呦 就是啊 在这个屏幕前的仙女们 那 仙女仙男们少熬点夜 嗯 保护好自己的皮肤状态啊 那怎么起个什么名字呢 贴贴气点 呃 尾素颜吧 啊 尾素颜 好 或者尾素颜 也是个大师 好吧 尾素颜大师 尾素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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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色称好 嗯 法师 尾素颜 大师 大师 好 法师 大师 都可以 尾素颜大师 就是我们的贴贴气垫来自za 非常好使了 啊 这是他的这个认证的照片啊 来到咱们最后一款非常重要的产品 贴贴散粉了 是这样的 他故意还发了一个画了一个分割线 我来给你画明显 哈哈哈 是这样的 他做了一个这个双层设计 下面是咱们的散粉啊 上面是西点 嗯 这个就很重要了啊 这个待妆时间非常长 嗯 能够让大家控油 控油 持妆很久 吃个火锅啊 这吃的太热了 脸上会发牛光啊 影响 跟跟重要的男朋友女朋友去约会啊 嗯 吃的脸上发牛光 这怎么能行 哎 不行 要保持好的状态 暂停一下 贴贴散粉 这怎么咋挖呢 贴贴散粉 控油你想想看有什么能表示它能够控油的 控油 海绵好不好 海绵不是能吸油吗 海绵怎么挖 也更难 刷碗的海绵 你看不出来这是啥了 你是会捧场的 哈哈哈 或者你画一个就是状态好的一个标志 状态好的 啊 就是你今天吃完火锅状态也很好 嗯 状态满满 嗯 吃的饱饱 嗯 状态好的一个表情 表情包 好 吃了火锅对吧 嗯 哎呀 肚子都吃圆了 哈哈哈 哎呀 这小饺子都撑不住了 这吃的也是 吃了 吃了 吃了十人份的火锅 但是呢 非常的满足 很开心 盐也补了 妆也化了 哎 开心 啊 吃了肚子撑的满满的 非常有这个满足感 哎呀 那给他起个称号吧 我们贴贴散粉 给给他起个称号 叫俊卫仙 哦 哈哈哈 晃得这么胖 哈哈哈 俊卫仙说 我可不认 哈哈哈 贴贴散粉 是 持久战斗力 持久战斗力 可以 行不行 嗯 给大家持久 持久 锁装 嗯 持久战斗力 持久的战斗力 太好了 哎呀 我粉丝都这样 特别 有福气啊 哈哈哈 这是一个圆 圆嘟嘟的一个俊卫仙 哎呦 哎呦 我天 吃的宝宝的 啊 就能满足 但是状态非常好 状态满 因为用我们自己的贴贴散粉 让这个妆容非常的持久 持久战斗力 持久战斗力 好的 我们今天三个我们贴贴家族的这个底妆宝贝哈 都给俊俊介绍明白了 每个产品的特点 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我们今天的 对 在我们的这个分享当中有更熟悉的一个了解 让大家能够打造一个更加轻松的一个裸妆的一个状态 是的 皮肤状态更加的好 好的 我们轻松的这个画画的挑战完成之后 马上开始我们今天最后一波免单福利 今天抽中免单的宝宝可以满301 减300 剩多少了 哇塞 剩一块钱了 所以大家一起拼拼手速点击我们直播间右上角的免单福利 来喽 快去点 太棒了 今天我们很快速的一个很愉快 但是有点舍不得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 我们今天进去在我们的ZE的底妆学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 分享了很多 底妆知识 底妆知识啊 我也学到不少 什么感受 感受就是这个 每天保持好的状态 不仅能给自己带来非常愉悦的感受 最重要的是 让自己整个心情都变好 心情变好了 皮肤状态就会变好 对吧 皮肤状态变好了 才能涨工资 哎 才能涨工资 才能够有好的这个 呃 人缘 人缘 各种各样的好的运气都来了 所以选对咱们的底妆 是的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今天分享 都能够get到更加好的这个底妆的使用方法 包括底妆产品来自我们ZEA的陪伴啊 然后我觉得这俗话说的好 功底功底 龚俊教你打底 大家今天就学上了 我们 别让我教了 ZEA的这个产品 然后跟俊俊一起拥有好的这个底妆的功底 然后轻松的应对生活 学习各种各样的场景 轻松应付各种场景 让大家有这个松弛感 从容不破 从容不破 太棒了 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到这边就结束了 再次谢谢大家的陪伴 谢谢大家 期待更多的时间 跟俊俊来我们ZEA的现场 跟大家分享更多 跟大家分享更多 这个学到的新知识 底妆的好玩意儿 我们下次再见了 下次我们再见 拜拜 拜拜